十二年过去吧 分分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 刘总 你要找到人找到吗 刘若琛 芳芳 你是谁啊 我怎么在这儿 我 刘若琛 刘若琛 就是电视上 打官司很厉害的那个律师呗 不是 我 刘若琛 刘若琛 我们确实很多年没见了 但也不至于忘记吧 我们之前见过吗 不是 我是你男朋友 一二年的男朋友 然后你突然就消失了 我找了你十二年 我等了你十二年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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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小到大就没有谈过恋爱啊大哥 凡凡 你好好想一想 我是刘若琛 我是刘若琛 我跟以前真的 我是你男朋友 放开我女儿 叔叔 你干什么呢 我刘若琛啊 什么刘若琛 干什么吃的你 走走走走 什么人都是 你怎么完全不气得我了 什么人都忘里气 刘若 妈 你怎么出院了 你好了 我本来就好好的呀 不是 我十二岁那年 家里火灾之后 你就一直在住院啊 火灾 对 是 你十二岁那年是有火灾 但是妈妈没事啊 没事 完了完了 这孩子脑子 坏掉了 没事 晚上给你做一个天麻炖猪脑 给你好好补一补 我 我不是应该在酒店吗 这哪儿啊 我记得是停电 然后 我晕倒了 你都在这儿打了一下午了 是怎么了 找到范范了 真的 她在哪儿 在医院 怎么了 失忆了 除了她爸妈 谁都不记得 你怎么会这样 我怎么知道 我挡了这么多年 挡了就这个 来 再来一组摆拳 快点 快点 来 快点 快点 趁昨天 至少 你找到她了 来 给芳芳一点时间 只要 你们足够相爱 她会记得你的 好 太好了 妈妈得救了 但是火灾保险的事 怎么解决呢 刘若晨 这是十二年前的刘若晨 那如果 她真的是法律界的大神 那这种案子 对她来说 应该很轻松吧 如果能和未来的大神 搞好关系 假装是她未来女朋友 走向人生颠覆 这都不是梦啊 我可真是个小机灵鬼 真是YYDS 对 好 喂 你好 我是陆芬芬 是你啊 怎么了 是有点是 不过 能不能当面说 现在 好吧 我家住在 王海路 王好 顺鹰青车 好 那一会儿见 哦 二十栋 好大的别墅啊 嗨 我是陆帆帆 嗨 请进 你一个人住啊 我爸妈很小就没有在我身边了 我一个人住 这也太奢侈了吧 先坐吧 要不要吃点什么 水果 冰淇淋 巧克力 这些东西热量太高 我给你做领养餐 你愣着干嘛 快坐 参举 好 好好吃啊 有什么不合胃口的吗 没有 太好吃了 也吃了 那就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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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